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解南昭玉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矣 我去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184頁 講到到水第六行 前面講到 元祺主要是三世兩從英國有份位元祺 那這裡說佛說十二之元祺有種種譬喻 那這裡導師引了兩個譬喻 一個是如成 一個是如果樹 那這兩個其實導師是引至於大制度論跟大彼菩薩論 但是大制度論的元祺又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這個稍微寫出來一下 就是他導師在這裡說十二之元祺有種種譬喻 那如果你去看雜阿彌菩薩論 他的屁異非常多 那講到元祺 那麼 遊柱藍燈 燒柴 種樹的屁異 古仙人道 樹爐的屁異 彌猴取枝的屁異 兩木消磨的屁異 非常多 那導師取的這兩個屁異 導師講的這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導師講的這個屁異有一點點結合大制度論跟巨捨論 那麼結合的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先把導師講的屁異講一下 他說 這個如成 眾生在十二元祺的因果中 因果系中 像在四周圍繞的城中 不得其門而出 可以出來的地方 就是城門 又有所謂巡邏 所以過門也不能出去 眾生在生死之中 雖有可以 因此而解脫的地方 但為煩惱所顧過 一直沒有衝破 這元祺的聯手而得到解脫 那這個是導師說的所謂的如成 但是這個 這個屁異 我們來看 導師說兩個屁異 第一個是如成 十二元祺好像一座城 那這個如成的屁異 它基本上是 就是十二元祺的屁異 這個屁異來自於大制度論 最早是來自於大制度論 我們這樣看 但是導師這個屁異跟大制度論 講的會不太一樣 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他怎麼說呢 他說十二英元官聖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原文 十二英元官聖聖 為諸菩薩做道場者能官 為諸菩薩做道場者能官 不太用 不太用 那些睡覺 不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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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太用 不太用 先雖能光 未能聚主 之前也可以观察 但没有办法 聚主就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观察到 那么他龙树菩萨就引用《如辰辟御经》中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如辰》 那么《辰御经》 它这个是《辰辟御经》中说 那么中阿韩也有《如辰御经》 不讲的又跟这个不太一样 他是讲七善法 就好像国王有一座城 那么他有这个力量 可以守卫这个城 那就好像人有善法 七种善法可以守卫 那么不会被烦恼所清洗 不会被敌人破城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 《辟御经》 那个也叫《辰御经》 但是这个《辰御经》 有时候叫《辰辟御经》 或是我们先来把这个文看一下 《如辰辟御经》中 这个《辰辟御经》又是另外一部 《如辰辟御经》中说 他是讲十二言起的 那个中阿韩 那个是讲七善法的 那导师演的是这个 但是跟他原先的《辰御经》 《辰辟御经》 《辰辟御经》 就是在菩提树下要承到的时候 他怎么想 他就是见缘起 见缘起 见法 那么就写脱 得正确这样 那《辟御经》就是十二言起 所以说 我本如是思维 众生可敏 深入显道 就是可怜悯 深入显道 所谓碩碩生碩碩老碩碩死 这个显道就是所谓碩碩生碩碩老碩碩死 就不断的生死了 所以叫普特杰罗 宿取去 生老死 碩碩生碩碩老碩碩死 往来世间不知初初 不知道从哪里出去 常常来这个世间生而又死 死而又生 不知道怎么出这个世间 我及时复作思念 他又这么想 那《杂牙》确实有这一根筋 也是这么说 那我们就有大致的东西就好了 何因缘有老死 何因缘有老死 每个人安静的时候 没有人吵 静静的时候 他在关 他到底在关什么 他到底在想什么 那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安静的时候 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么就事间跟初事间的差别 他为什么可以成狗 他到底觉悟觉悟到些什么 就觉悟到这个了 他就想 何因緣有老死 他先看到現象 現象就是什麼 不斷的有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別人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是這樣 別人也這樣 人是這樣 動物也這樣 天也這樣 都這樣 可是道主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是牽涉到所謂的苦疾滅到 是聖地 就是你要追查那個苦因 為什麼會有老死 如是求密死 就是找老死的這個因 那麼生死的因 得死自慰 生因緣是老死的 就是生因緣是老死的 因為有生就有老死 他就開始想 那生又怎麼來的 因為有這個業 有怎麼來 有取 取怎麼來 有愛 就一直往上推到最前面 就污衍 無名刑事 明色六處 觸受愛 取有 生老死 又被苦惱 就一直這樣推 一直往這樣推 我為什麼這麼痛苦 我的痛苦從哪裡 因為有直取 有貪案 那我為什麼要直取 不應該這樣想 我就這樣想 那就直取 他根本就不值得直取 像你愛一個人 結果那個人不愛你 或那個人背叛你 你是不是很痛苦 你要接下來想 我為什麼要這麼痛苦 因為我愛他 就愛你 那愛他就會痛苦嗎 不是 我愛他 但是我直取他 可是他不愛我 那我當然就痛苦了 如果我愛他 他也愛我 當然就不痛苦了 可是現在是他會變 無常會變 那我愛他 他不愛我 他本來愛我 可是現在不愛我 我就產生痛苦了 那痛苦來自於哪裡 貪案跟直取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他愛你呢 你為什麼一定要他愛你 你才會感受到快樂呢 可是你還沒認識他的時候 他也沒愛過你啊 你為什麼那個時候不會痛苦呢 可是你把這些東西想清楚 想一想就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這樣痛苦 那我的痛苦來自於 我的貪愛跟直取 直取就是 我一定要他這樣愛我 像以前那樣愛我 甚至要比以前更愛我 那你就一直抓著這個不法 可是這個目的 現在到底看來是達不成啊 就是你要求的現在已經 因為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那你直取還一定要這樣子 就好像你老了 但是你一定要 你沒有辦法接受 你一定要像以前那樣年輕 想辦法 可是沒辦法 那時候你就會產生痛苦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直取 彈案 那都是因為什麼 你到底看不清楚 你想不清楚 想不明白 那往錯誤的地方想 往會讓你痛苦的地方想 你就越閃越痛苦 那這個只是世間的事 那麼生死的事也是這樣 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 那世間也是這樣啊 比如說土石流 比如說瘟疫 比如說戰爭 那到底怎麼來的 從哪裡生出來的 大家都不要 大家都不要戰爭 可是為什麼都經常在戰爭 戰爭明顯是大家都不要的啊 兩方都不要的啊 可是為什麼會戰爭 那一樣啊 你像你告我我告你 這個是大家不要的啊 人和解最好啊 可是就是不能和解啊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到它的根源差不多差不多 那不外乎就是無明跟貪愛 那貪愛一定有直取 直取 錯誤的直取 好 那麼我們看佛陀在菩提書下 都怎麼想 想些什麼 那當然啊 就往上一直吹 吹到最前面就是無明跟貪愛 所以說愛取有 或是無明人行行人死 就這樣 那麼生因緣是 勞死 等 就是你現在越有 那麼生緣勞死 那什麼緣生呢 有緣生 那什麼緣 什麼因緣 什麼因緣有有呢 取緣有 就是 就是這裡講的 無明行事 明色六處處說愛取有 生勞 病死 悠悲苦悠 那麼這個 這個成編益經 這裡叫做成編益經 那成編益經也叫做 也叫做舊成益經 或是古先人道 舊就是古先人道 這個先人 這古先人 就學著 然後找到一條路 到一個涅盤城 那一條路 那所以這個編益 古先人就是古佛所行的道路了 那古先人道是什麼呢 詐喊 我們講 這個就成編益經 古先人道 他的原文是這樣 他說 譬如有人 有餘曠野 這個叫成編益經 譬如有人 有餘曠野 披荒蜜路 呼籲故當 我們叫披荒蜜路 就是披荊斬棘 然後去找路 一旷也沒有路 披荒蜜路 呼籲故當 不然遇見一條古道 這個道就是古先人道 然後遇故當 古人行處 彼則隨行 隨著那一條舊路 往前走 這條舊路就是八正道 古先人道 古人行處 古人行處 他這樣修 我們就這樣修 佛陀這樣修 我們就這樣修 古人行處 彼則隨行 所以我們常常講 我們學佛 學佛第一個 要知道 什麼是佛 第二個 怎麼學 學些什麼 要跟佛 要跟佛學什麼 要學什麼 佛怎麼想 怎麼看待事情 怎麼處理事情 怎麼做 怎麼修 那你都不知道 你要怎麼學 那 彼則隨行 漸漸漸前進 就這樣修 這樣修 休息多休息 漸漸 漸漸水行 漸漸前進 漸漸漸漸 漸漸漸 漸漸漸 住室恶家 住室归族 建古城壹 就建到古城 故王宫殿 就到涅槃城裡面去 那這個是所謂的舊城壹經 有時候叫古仙人道基 他走過的路 古城 古城 古道 古仙人 這個就是過去風 那我們來看大製作論的這個 臣屁一間 其實就是指這一屁一間 這是札阿罕的 札阿罕裡面 它就是這個文 札阿罕裡面也有 也一樣 差不多是這樣 隨著小道 走走走 走道 意見不成了 慢慢走到大道 就是我們學佛這樣 開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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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跟著佛指引個道路 那有一些是 沒有人在前面搭 你自己怎樣 摸索摸索 摸摸到一條道路出來 像佛筒也一樣 像我們是已經有人在前面搭 佛筒跟我們沒有指標 我們只要跟著指標走就好 就會到 好 那你看這個臣屁一間 臣屁一間 就是往來世間不知初處 壽壽老壽壽死 你就在那邊曠野裡面賺啊賺啊賺啊 就找不到那個可以安身的秘密的地方 那現在有一條路給你找到了 這個叫做臣屁一 所以這個臣 這個臣明顯看起來是什麼臣 裂盤層 但是導師引個這個屁一 這個屁一 這個臣是生死層的 你看 眾生在十二元起的因果系中 四周圍繞了臣中 不得其聞而出 那這個臣是裂盤層 不得其聞而入 所以導師這個屁一跟原來臣屁一講的有一點 就是比喻不太一樣 那導師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來看 就是說原來的臣屁一是指這個 有人由於曠野 披荒蜜己 故意故當 古仙人嚴重 女則隨行 見古成定 那這個燈圓起又有什麼關係 摺之圓起如成 就是這裡講的 就是大宗教的 觀十二元起 然後眾生和敏身又顯道 他贏的也是這個臣屁一間 然後常常生死 常常生死 那這個佛陀在樹底下觀察 那生到底怎麼來 那死到底怎麼來 然後這裡一起觀察一觀察 就想到十二元起 層層的所謂 讓你生死不得出 不得 就是找不到這個層 那導師是把這個層 比喻做生死層 出不了這個層 那這個層層又是從哪裡來呢 那這個是大制度論的 那我們來看 那導師這個層層是從聚舍論來 或是不派的菩薩論 那麼菩薩論又有另外一個層層 但是阿蘭君的層層層就是 就是指這個 所以他是把它結合了 變成導師講的這個層層 那聚舍論 我們來看 聚舍論是這麼說 那你把它結合起來 你就發現到 喔 原來是怎樣 不然你找不到出處喔 你找不到導師說的這個 像是說生死層 那這個連鎖巡邏 那你出不去 可是原來的潛力軍不是這樣啊 那導師吃足的太多了 他融為貫通 就把它放在一起講 那聚舍論 聚舍論裡面這麼說 他說 由玉湯不能超玉間 我們都煩惱 所以生死者開始就是 愛玉湯前面講過 或是無名 愛 愛或無名 由玉湯 不能出玉 不能超玉間 就不能出這個城 出這個生死者 不能出玉間 你有玉湯 你就神在玉間 你有色湯就在色間 你有無色湯就在無色間 有玉湯不能出玉間 如手玉足固 導師這裡有引用 有手玉人 有巡邏的 所謂巡邏的 其實就是引用這個聚舍論的 那麼 色有能超 就講到這個煩惱 假設有能夠超出的 超出這個玉湯的 色有能超出這個玉湯的 色有能超出這個玉湯的 就超出這個玉湯的 由三劫 三劫就是身見戒進去移 主要是身見戒進去移 主要是身見戒進去移 跟移 移就是對四地不明瞭 對於苦極道不知道 好 反向下哪裡下玉間 他本來已經出玉間了對不對 那是因為這根本煩惱沒斷 到了色界 到無色界之後 福報想完了 還要再下玉間 根本煩惱沒斷 就好像 你雖然出玉間有守玉竹 沒有這個玉竹 你那個建議關在那裡 玉竹看著你 你出不來 你就算沒有玉竹 你趁著玉竹沒看到 出來啊 外面還有巡邏的人 被巡邏的人抓到了 就還回去 就是像這樣 他講這個道理 好 反向 那如防羅人故 所以導師就是這樣講 所謂的守衛巡邏 守衛就是守玉竹 那巡邏就是防羅人 就巡邏的人 巡邏的這些 那看到你跑出來 又把你抓回去 那如防羅人故 防止 這個逃跑的巡邏的人 好 那所以 這樣大致論的 跟這個巡邏論的 結合起來 你看 就變成 導師講的這種 就是生死層 然後 你出不了這個層 因為有煩惱 因為你就是因為有煩惱 那麼 你有煩惱 有煩惱鎖住你 守玉竹 就是 你就出不了 出不了這個 我們說三界如牢羽 玉界 色界 如色界 就是煩惱 這煩惱 這煩惱 這煩惱外面的圍牆 煩惱 煩惱都好幾重 那裡面還有一重 那這圍牆很高 那越外面的圍牆越高 裡面的圍牆沒有那麼高一點 那裡面的煩惱裡面就是一個鐵門 那這裡有玉竹給你鎖住 那你在玉界這裡 那如果是玉界 玉界裡面還有分 三三道三二道 如果三二道 那你就被關在那個 如果是地獄 你可能就被關在那個監獄裡面那個 那個最苦的那個地方 那你身上都有鐵門 那綁得很痛 那唯一就是吃飯的時候 那麼雖然痛 但是至少 至少 至少還有一點點快樂的感受 因為肚子會飽 然後喝水的時候 又像這樣 然後出來出來 你怎麼出來出不來就是了 那我們在三界裡面 頂勾到這裡 那到三界 他都不造二業了 無色界的人 他都在禪店裡面 都沒有造二業 為什麼會掉下來 因為他過去造的二業 有些成熟 有些還沒成熟 一般是這樣 最上面的叫做無色界 無色界 無色界基本的天人都不造二業了 他都不造二業 但是也沒有造什麼善業 他也沒造什麼善業 他無色界 他不會造二業 但也不會造善業 你在禪店裡面 你要造什麼善業二業 就好像你在睡覺 也很難得造什麼善業二業 就算有 睡覺也還是會有 但是也不中 和空無色界的天人 非響非非響 沒有造什麼二業 但是他升到最高的天 非響非非響 他為什麼升到那邊 由他過去還沒升 非響非非響的時候 修了禪定的業跟善業 他才能升到那裡 但是因為他這個善業很大 所以他想八萬大姐的福 就一直在想無想無 福報想完了呢 福報想完了 他之前那些二業還沒成熟的 經過那麼久也慢慢成熟 就又掉下來遇見 然後看他又掉下來遇見 就像劇者論講的 因為那些煩惱成熟的人 因為我們有很多業 那這些業 有著成熟 有著還沒成熟 像我們在做人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那都是台灣人 有些是外國人 不管 那這個跟業都有關係 那麼我們可能做男的 可能做女的 可能做美國人 可能做中國人 可能做英國人 不定 因為還要看你的音樂 還要看你的業 好 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換了換去 換了換去 但是比如說 那我們現在是人 但是我們也有出生的業 也有軌道的業 也有天人的業 我們行過善 也有天人的業 也有軌道的業 那這些業還沒成熟 那當我們做人的時候 我們是帶著六道的業來做人的 我們是帶著六道的業來做人的 就是我們做人的時候 我們身上 我們積極的 除了人的業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天的業 還有 還有這個軌道的業 還有出生的業 有些還有地利的業 還有阿修羅的業都有 我們是帶著六道的業來做的 那只是因為 人這個業成熟做人 那麼軌業成熟 軌身上也帶著人的業 天的業 他過去也做過善事 即使出生也一樣 但是他為什麼做出生 出生的業成熟 所以當我們做人 假設你這一次做人 人的業就這樣熟 但是人還可以再造人的業 天的業 人可以造六道的業 人可以造六道的業 而且是絕定業 那天的話 天也可以造六道的業 但天人 天人不造第一業 那也不太造惡鬼業 畜生業 天人不造三六道的業 天人不造三六道的業 他頂多就是造 所以天人大部分 福報詳盡 要不是做人 要不是天人 不會往上升 因為他不太 他也不太修 天人在想 如果玉界天的天人 在享樂 他不會去修產店 不會 不會升到色界天 他去享樂 他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 天上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上法可以修 玉界天還有 但是那個心不強 那畜生 畜生 可以比較造業的大概就是人 然後再來就是鬼跟天 都可以 但是力量沒那麼強 那畜生道也會造業 但是造業的力量也不強 他基本上都是受業報的多 那天人也是 天人也是受業報的多 造業力量也不強 造業最強的就是人 可以造六道的業 那天人就造三二道的業 那畜生道 基本上大多數都還是造 造惡業的多 也有造善業的 但不多 那天人不太造惡業 很少很少會有造惡業的 非常少 那無色界的天人 不會造惡業也不會造善業 色界無色界就不太造惡 到了無色界基本上 不造善惡業 純粹福報 那福報詳細就下來 依他還沒升天之前的業成熟 再下來 像我們也一樣 我們是可以造善惡業的 所以你到哪裡 如果天人你生到天上 那麼你會多到哪裡 那基本上就是看你過去 因為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因為你沒有在增加什麼 那畜生道也是 那最底下就是地獄 地獄 地獄也 地獄不會造善惡業 地獄也不會造善惡業 他沒有能力造善惡業 就好像一個人被關在監獄裡面 他只有他一個人 他手銬都被靠住 他要打一隻蚊子都打不到 靠住 都被關了 那他造不了什麼善惡業 但是他還是會起承認心沒有受 但是他沒有能力造什麼善惡業 但是他還是會起承認心 習慣性的善惡業 但是他就群受果報 所以地獄的人受完果報就往上升 天上的人受完福報就往下掉 那人就不一定 人是本身居六道的業 但是要去哪裡還要看你這一世造的業 那天也居六道的業 他死後去哪裡要看他前世造的業 那地獄 要去哪裡 地獄晚了之後 沒有比第一更比下什麼 他要去哪裡 他要看他之前造的善惡跟肉惡 不一定 那人不一定看前世的 就看這一世的 那麼其他的 第一就是看前世的 那人是看這一世的 這一世是決定業 那你這一世如果沒有什麼決定業 那前世 前世的就沒有決定 你一生猶猶猶猶猶 也沒有什麼作為 那也不努力休閒 那也沒有造什麼大的惡業 那就要看前世的業 那大部分人是有決定業的 所以這個是在講 我們在這個三界裡面 因為煩惱 因為煩惱你出不去 所以你一定要把煩惱斷掉 那主要是慾灘 不能出這個慾界 那慾灘是什麼 就五一 我們都五一六成 五一六成 那麼對於這個世間的灘愛 那你灘愛什麼 你就執著什麼 執著什麼 你就會很會因為這個灶煙 就這樣 不斷循環 好 那我們說到這個 這個導師的這個批評 你看 很明顯的導師這樣講的就是 結合大製作人說的 陳玉金 那麼還有這個布派語裡面說的 這個獄主防羅人 讓人出不去的 那但是這裡導師看的就是 四周圍繞著城中 不得其門而出 那這個是生死城 不過原來的 雜阿寒經講的陳玉金 是指滅盤城 但是因為你沒有方法 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 稍微 把這個導師有個批評的這個 就是 導師把它結合起來了 結合 拒責論 或順政理論 講的這些 因為煩惱 煩惱 巡邏 所謂 讓你出不了 出不了三間 那 陳玉金講的是 因為 因為你沒有努力 沒有智慧 讓你進不了涅盤城 沒有循著古仙人道基 那麼到不了涅盤城 古城裔 舊城裔 舊城裔 舊城 好 那這個是講到 導師講這個十二元起 講兩個譬如 一個是陳裔 陳裔 古城裔 所以它叫如城 但是如城的 就是 就是 導師的說法是 就是 結合了 巨蛇論 跟這個大致論 大致論 大致論的這個陳裔經 講的其實是 略盤城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 果樹 就是 我們叫總裔經 好 那這個是影次大筆佛沙論 那這個是影次大筆佛沙論 老師對大筆佛沙論 跟大致論論都很熟 所以他比較常給用 尤其是大致論論 好 那這個叫做總裔經 他叫做果裔 果樹裔 如果樹 那這個大筆佛沙論說的是什麼呢 因為前面是如城 這個是如果樹 因為前面如城 十二元情 如明情 四明色 也是一層一層 那這裡是如果樹 也叫總裔經 那 他是這樣的 大筆佛沙論是這樣講的 前面是影大致論論 這裡是影大筆佛沙論 他是說 此十二之元起 這個應該就是戶派律師的批印 加大筆佛沙論 你們好像沒有看到這個批印 我還沒有完全看到 應該是這個 這個 戶派律師 一個比較善巧的批印 他說 十二之元起法 有根有進 有之有焉 他把 他把這個 一棵樹 分成十二個部分 十二元起 因為有這個時候 有那個 因為有這個時候 有種 有種 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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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有果 有魯無大水 有魯無大水 他說 跟著 我們有個簡單 他跟著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連勤 跟著問 跟是什麼 跟著 吾明形 十二字眼形 那 知者為揚禁跟禁 禁是什麽 禁是寺明色 吾明形 寺明色 吾明原形 寺原寺 寺原明色 那 知者 知 根禁之 六畜 知者為六畜 吾明形 寺明色 六畜 畜受愛取有 那 焰 根禁之焰 是 畜 六畜 畜受 花者 花 要結果之前 先有花 花者是愛取有 我們這一生 因為畜受而生起愛取有 貪愛 執取 然後就潤身 就會激起未來的果 愛取有 這個就是花 那果呢 那果 因為你有 因為你有 就是未來生命的潛在 就是你已經有臉機未來的 就好像你現在吃東西 吃臉機 明天要燃燒的脂肪或滋養 體力 那麼這個果 就是什麽 生老死 就會有生 生就會有老 老就會有死 那這個就是 果 生 老 死 那一般我們講生老病死 但是有一些人 他好一點的也不一定有病 像天人也沒有 那就 一般我們是講生老病死 那叫生老死 有無名元寫 行元寺 寺元寺 寺元寺元寺 六畜就是六畜 六畜元寺 就是粗元寺 寺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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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寺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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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不悲悲悲悲悲 那麼這個就是 十二種 根莖枝葉花果 那這個是道比佛沙人的亨語 沙士講如果素 果素裏 就如果素 然後有這樣 那他說 他說 這個 裡面說到 好 那麼 此十二之延期法術 用術來批 十二延期法用術來批 一個術的裡面 或有花有果 或無花無果 有兩種情況 或有花有果 樹有花有果 有花結果 結果種子又長出樹 或無花無果 無花無果 這棵樹死了就死了 不會再 有小樹了 或無花無果 因為沒有花就沒有果 就滅種了 就不會再輪迴了 因為花果就是神子輪迴 後有 那什麼叫做有花有果呢 什麼叫有花有果 何會有花有果 他說有兩種 五花無果 樹都有 根茎之啞都有 根茎之葉都有 但是有花有果跟無花無果 所以重點在按 重點在按 那什麼叫有花有果 他說 這個益生疾穴 為諸益生疾穴 那無花無果是什麼 無花有果當然就是阿羅漢 阿羅漢不受厚有啦 此生已盡 犯人女裕 手作以伴 不受厚有 下一輩子不會再生啊 那麼除了阿羅漢之外 佛也是阿羅漢 除了阿羅漢之外 其餘的都要再受生 那麼這個學就是有學 阿羅漢是無學 就不用再修啦 所作以伴 不受厚有啦 那麼這個是有學 有學是什麼 出果 惡果 三果 出果 惡果 詳細講就是四雙八倍 除了阿羅漢之外 那麼三果 那一生就是凡夫 凡夫就不用講啦 就非常多 我們不斷照六道的種子 那麼輪流 那麼這一輩一座人 那麼鬼到成所一座鬼 出生到成所一座出生 然後這個人到成所又生人 天到成所又生天 就這樣 我斷轉 那做人的時候 有時候做男的 有時候做女的 有時候做白皮膚的 有時候做黃皮膚的 有時候做黑皮膚的 就很難說 看著葉 有時候做兩條腿的 有時候做四條腿的 有時候做六隻小的 有時候做八隻小的 有時候做沒有小的 蛇 反正就是這樣 那個就是跟你的葉有關係 出果 出果 最多七次 他就不會再 那麼二果兩次 三果一次 他還要再生嘛 一樣有花有果 還要再生 就會有結果 還要再生 他生一次而已 再開過一次花 結過 開花再結過一次果 他就不再結了 後面都不會再生 他就不一定兩次 但是出果二果三果都在人天而已 人跟天 他不會下三二道 因為他不會再造三二道的葉 我們是造六道的葉 這個只有造人天的葉 四二道不會啦 他只造人天的葉 那這個這個三果 三果還有一次生天的葉 他人的葉也沒有啦 因為他不起玉灘啦 所以沒有玉灘就沒有來玉劍 那人在玉劍 那他只到天劍 天劍 他不會造人的葉 三果不會造人的葉 他不起玉灘 對五玉 五玉六成他不貪愛啦 所以他過去的煩惱斷掉了 現在又不升起新的玉灘 他就算以前有的 以前有的葉也不會再成熟 以前他遇見的葉也有啊 但是不會再成熟 不會再成熟就不會再受爆了 不會了 但是他還有天的葉 色灘的色灘還沒斷 所以他還要升到五不環天去 就在那邊正夜盤 那二果 二果還有玉灘 但很薄 所以二果是薄灘真是 他有 但不重 他也許就吃一些好吃的啦 玩一下看一下 但不會很重 有就也重 但是喜歡穿漂亮的衣服啦 喜歡聽音樂啦 喜歡看畫展啦 反正這些 但是這一些沒有傷害性的 而且也沒有那麼重 那就算沒有 他也不會說一定要 不會 但是就是還是有一些貪生痴 還是有的喔 喜歡美食 還是有的喔 但是沒有很重 所以他還要來遇見一次 他升天了之後還要來遇見一次 一往來 但是因為他很飽 所以再來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智慧很深 所以他就會把這些斷掉 就會震他很好的 因為他做人的時候震惡果 然後 因為他 他有修很多善業啊 所以他一定會升天 除非他發怨 除非他發怨不去天 他會再連天 像菩薩這樣 要不然他一定會升天 升天了之後 他還會保持震念喔 然後福爸想完了再來連天 因為他還有一天裡面 他還有浴灘啊 他在真二果的時候還有浴灘啊 他還有家庭喔 那三果 是沒有浴灘的喔 所有的營利都斷了喔 沒有家庭喔 他一定會出家 不出家 一定到深山裡面出 那一定是這樣的 那出果 出果就最多七次 他貪生之還有 跟一般繁複一樣 但是最大的就是他沒有繁複 他不會造三二道人員 他不會因為五一六成造三二道人員不會 齒戒很好 定位比較少 但是齒戒很好 但是會已經斷生線了 所以生死的根本已經斷掉了 生死的根本已經斷掉了 不會造三二道的業 所以不會來三二道 然後人天人天 看他又不用功了 如果他用功的話 做人對不對 正出果 升天 升天再加來做人一次 他就正他的壞 如果他稍微不用功 因為很難說 福報大就比較不好用功 然後就七次七次 然後第七次正阿羅漢 再來做人的時候 升天做人 升天做人這樣 然後第七次就正阿羅漢 那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 但是他主要在講 這個講是有花有果跟五花無果 花就是結果的因緣 那果就是什麼 果就是輪迴 那輪迴還有分啊 有人天的 三二道 四二道 阿修羅也算二道 阿修羅在南傳他算二道 四二道兩三道 在北傳算三道 三二道三三道 所以阿修羅 阿修羅早期是沒有在五道裡面 只有五道 後來獨子部把他加一個阿修羅道 不成六道 那六道他到底在善跟二 那四通言不得就是南傳的認為 他是在二道裡面 就是四二道 也叫進鬼道 因為阿修羅 非人非天 就是他也不像天人那樣 但又好像又比人大一點歸得力 那非人非天 那所以 北傳的是把他放在跟天一樣 所以他叫三三道裡面 南傳的是把他放在鬼裡面 所以變成四二道之一 就是比鬼還好 那北傳的是比天差一點 那福報跟天一樣 比天差一點 這個就變成所謂的三三道 那這裡講主要我們說 導師在十二元起裡面講了兩個屁育 一個就是什麼儒成 一個就是儒果樹 那麼儒成是引致於大師杜樂 不過導師講的是生死神 大師杜樂講的是舊神 就是滅盤神 那生死神是不得其門而出 那滅盤神是不得其門而出 那 導師這個是結合據舌論的 就是有所謂有巡邏 那你出不了這個監獄 這個獄成 那個獄成 因為三界如牢獄 三界如牢獄 你出不了三界就出不了這個監獄 因為監獄有守 有看守的人 有巡邏的人 那看守的是什麼 看守的就好像你的謊 你的玉碳 巡邏的是什麼 巡邏的是你的身見 你身見不斷你就會再回來 就算你離了玉間 你還會再回來 身見不斷 去講這個道理 那十二儒果樹是講 這個是大比菩薩論 大比菩薩論裡面 把十二元起分成根莖枝葉花果 就是這樣 那講它的前後因果關係 好 來看 他說 儒果樹從種子發養 生枝葉開花結果 那麼 果實又成為種子 又會發養 生枝葉 雖然在前的不就是後來的 前科斯部 它又是不一樣 卻有因果的密切關係 就我們現前知道的來比喻 種果相生 種子跟這個果 果實 因為種子生這個果實 果實成果實裡面又有種子 種子又生果實 就這樣 繁衍了 一直延續下來 那它這個作為生死延起相續的比喻 是最親切不過的 這個是兩種比喻 就圓起 十二元起的比喻 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十三秒鐘 在這個比喻 都去過 很不堅 在這個西部 到死兵